雲林路段就在昨天深夜发生了重大的车祸 一辆轿车不明原因追撞工程车 由于撞击力道非常猛烈 轿车上面两大一小三个人受困 几驾到场抢救 两个62岁的男女最后是伤重不治 另外一个5岁的女童轻伤 而根据了解是阿公阿嬷带着孙女 准备要从新北南下沟雄家中普渡 没想到发生悲剧 工程车慢慢倒车 施工人员警戒后方车辆 这时黑色轿车直接冲过来 工人吓得赶紧跳开躲过一劫 轿车车头全毁 车内两大一小受困 消防队把他们救出做CPR 两名62岁男女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另一名5岁女童头部撕裂伤 没有生命危险 三个人被紧急送医 但最后两名大人还是伤重不治 自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 操作失控撞击前方施工区内 之施工车辆 警方调查 车厢两名大人是阿公阿嬷带着5岁孙女 要从新北三重回高雄户籍地中原普渡 没想到车子经过国道中山高云林路段 不明原因追撞工程车 造成阿公阿嬷伤重不治 车祸现场全是散落零件 可以看出撞击力道相当大 当时后方还有其他车辆 刹车不急追撞上去 我有腿撞到 你们是被追撞的吗 我们前面几刹车 我们跟着几刹车这样 所以被追撞的 对 车祸一度造成两个车道封闭 车流回堵超过一公里 警方调查 轿车驾驶阿公和工程车驾驶 九色值都是零 究竟是什么原因发生追撞 还要厘清 华盛星文黄总 杨宗宇吴建宏 云林报导